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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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寶島拍得像冰島 真的要大力感謝新加坡歌手魏妙如 來台灣的時候會有 適應的地方嗎 應該說語言吧 因為我在新加坡就是用簡體 所以印象比較深刻 這個是前幾天剛好去 宜蘭要拍 七星會發行的一首歌 然後我就跟朋友說我要去那個 可能可以去鳥屍港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鳥屍港啊 別看魏妙如甜甜的 人家可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 高材生喔 他大學畢業後就決定當歌手 起初在駐唱後來與朋友開了 活動公司結婚禮 威壓登演出 記得有一次是在一個婚禮上 然後就有一個人拿了 一百塊的鈔票 就是新加坡一百塊是大概 台幣兩千多塊吧 我們台上有五個人 他就一人給一百 你算是用這些副業來 支撐你的歌唱實驗嗎 我覺得我其實還是算是 蠻實際的一個人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可以 不用讓爸媽擔心 就是可以靠自己的力去 實現夢想 大概多久爸媽才放書 大概就兩年吧 好像爸爸有隱約透露給幽露 就是他的朋友說 覺得女兒很辛苦 然後覺得其實我不用 那麼的逞強辛苦 爸爸是你的 你的後續 永遠會在你後面支持 沒有絕對把自己逼得很緊嗎 可能因為 當你周圍的朋友都結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自己是不是好像也是應該要 有一個跟著他們的腳步 你目前是單身嗎 我目前是單身 你有想說 要在台灣或是回家鄉找男朋友 沒有限制耶 就是也是有在 嘗試認識台灣男生的好 我沒有限制說一定要是哪一個國籍 還是什麼的 就只要是 好的人 好的男生 雨蠟洞新聞 早日脫單喔 報導